上级我们说到了萨拉乌苏发现了古动物群 那么除了动物群之外 这里还发现了什么呢 这就得从天津说起 天津一座中西河壁的陰海城市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自然博物馆之一 天津自然博物馆 它的前身是天津北疆博物馆 于1914年由法国传教士当日华厂 今天的天津自然博物馆 每天都吸引着来做 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关注的目标 这些古动物化是已经在 天津自然博物馆 增长了三个设计词上 他们大都来自甘肃幸福 山西玉舍 河北尼河湾 和内部萨拉乌苏 然而这颗来自萨拉乌苏的 核桃人牙齿 却是一个房地 关于它的绅士之谜和丢失之谜 还得从上个世纪到20年代初说起 2014年10月14号上 内蒙古屋省农屋局 接到了萨拉乌苏和患家 我们下周安牧民汉冰山的电话 说他在阳四周安发现了 被雨水淋出来的何套 八字算命书 亚曾八字命书 是一名正常八字推广的一文章文章 让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书 二十一年的道德 擅长八字算命书 居家风水部局 林湖法师 道长微信 二零八八二十八八 文化时 齐文保所所长 齐人巴雅尔 迅速地带着三名工作人员 来到了港湖 夏洛宇寺和范家公安的目凭范天山 八岁之后开始结束 九十七高谷 致敬于有四十八年的考古成长 他对于阳术国关 熟识的读人而语 而从小就听到我们说 法国专家在这里发现 原祖人类的牙齿之后 就开始关注人 每年只要是刷大风下大雨之后 他都会来这里赚一顿 看看有没有人物人类的化石 被风雨 吹损 灵魂 在杨茨多湾发现 何曹人化石的现场 范天山告诉杰巴雅他们 这个核草人的上回鼓 他所得的地层 作为地刺激无相地层 萨拉乌书顶住 吉人巴雅他们迅速展开了 何曹人化石所在地层的测量工作 经过详细的测量和记录 这个我们决定进行抢救去跑步 在这些地层里边 曾经出走的年代 在七万年左右的核草人小孩的下跃 这种房子是三三 这种房子是三三 既然巴雅他们 小心翼翼的把这个核草人的上回鼓取出来 这种房子呢 这就是一个神话 在萨拉乌书河两岸的湖象地层里边 谁是第一个发现核草人化石的呢 究竟这里还埋藏着多少神秘的核草人呢 1923年秋天的一个榜 法国旧时期考古学家德日进 正在天津北疆博物馆的仓库里 被1922年桑制发 从内蒙古大拉乌书史 在人类遗史发掘回来的古动物化石进行研究 夹杂在这些鸵鸟蛋片和羊羊牙齿当中的 早上一枚人类牙齿化石的东西 已经解决了他的注意 昨日正在整理这个桑制华 他1922年采集了一堆这个羊羊牙齿和这个鸵鸟碎片的时候 他在这堆化石里头发现了一颗小小的这个人的门尺 当时他们不太确定 德日进开始怀疑自己的患者是否正确 如果眼前的这枚人类牙齿的化石 确实是真的 那么这将是他考古生涯当中的一次重大发现 由此他就可以给短大老的处一代 有人类活动 面对不如其来的惊喜发现 德日进一时有结果不知所措 缓过神来的德日进 马上喊来了八十万桑制 两个人迅速放下来1922年桑制发的 以外考古记录去看一个究竟 德日进发现这枚人类牙齿的化石 是在萨拉乌苏和邵家沟湾西北方向的地层里发现的 1922年7月的一个下午 桑制华一个人在萨拉乌苏和邵家沟湾西北方向的台地上 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野外调查 然而前一步走过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层里因为风吹雨淋而外露的几片鸵鸟蛋片 研究起了他的注意 他发现与鸵鸟蛋片幻生的还有几位羚羊的牙齿 其中就包括德日进在天津北江博物馆研究室 意外发现的那枚石化成度很深的人类牙齿化成度 而当时的桑制华误认为那些都是铃羊牙齿 也就没太在意 这么重大的考古发现 如果出现了差错 造成了后果和影响 才无法挽回 德日进和桑制华为了谨慎起见 他们决定请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 加拿大解剖学人类学家布达生对此进行建立 布达生加拿大解剖学家 1919年来中国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学教授 教授之余从事中国人体制特征和古代人类研究 布达生经过反复研究之后确认 这就是一枚七八岁的小孩的左上外侧门石 还有根据牙齿的石化成度判断 这枚石化成度很深的人类牙齿 应该有着几万年的历史 布达生的鉴定结果 让德日进和桑制华连续招新了好几件 因为这是当时在中国发现的第一枚 有准确地点和地层的牙齿 他们来中国寻找人类起源的梦想 这下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他们扣开了中国旧时期时代考古的大门